欢迎来到雪霸国家公园雪剑油气区 这里的海拔高度为1800公尺 年平均气温大约在摄氏15度C左右 来到这里您是不是感觉到一丝丝凉意的呢 雪剑油气区是属于天然阔叶林 接下来将由我带领各位一同了解这片森林 前方这里就是雪剑林间步道的路口 整条步道全长约580公尺 为了怕游客迷路 所以雪霸国家公园特计设计成一个环形木栈步道 因为步道坡度平缓使得游客均可 轻松漫步于这里的原始森林 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一同去探索这片森林吧 进入这片天然阔叶林后您是不是有发现什么不一样呢 这不是我们平常郊外餐厅容易吃到的山苏吗 是的 由于这里气候温暖潮湿 年雨量将近3000公里 所以树上衣服植物种类特别丰富 所谓的医护植物是指植物体它没有办法独立生活 必须依靠其他植物体而存活 主要由四大类植物组成 藤本植物、浊森植物、产热植物及半季森植物 常看到的如阿里山、北武卫子、山苏、赤阳寄生等 走到这里你们是否有发现身旁有不少的大树呢 树木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个体 来到雪尖林间步道 常可以发现高度超过30公尺的扩植树 主要的组成优势素种为张科及可斗科植物 如红蓝、遍业新木浆植、杏业实粒、长尾科等等 在我们雪剑户外森林教室 眼前这一棵高耸露天的绿巨人 就是可斗科的杏业实粒 往上看,可别看它什么东西都没有 经过我们这两年的调查研究 总共发现有13种医护植物 包括多种蓝科植物 还有稀有的台湾五叶森 胡适石松等 顺着这棵木核大树抬头瞧一瞧 是不是有发现什么不一样呢 这是它母立显记里的森林小屋吗 它到底有什么功能呢 让我们亲自上去瞧瞧吧 从平台望向远方山头 大坝尖山、小坝尖山与雪山所连绵十几公里长的盛能线 仿佛就在不远处 前面的鸟巢山为提供小型鸟类的栖息 同时观察其繁殖生态的过程 之前发现有中面婴进入竹槽并产卵乎化 而平台下方则设有小型蝙蝠屋 也是目前雪剑地区所设置最高的人工蝙蝠潮香 朋友们 经过我介绍这么多丰富的雪剑林间步道生态号 您是否也心动了呢 欢迎各位偷个闲 缓一缓生活的脚步 前来雪剑油气区 坐趟不一样的森林生态之旅 或许漫步在这里的步道里 你会发现属于您个人的惊叹号 雪霸国家公园 欢迎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